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之前呢 韩德军也是因为一个伤病吧 可以说缺席整个第二阶段比赛 第三阶段能力上可以说目前还不清楚 在缺手大韩的情况下 张涟霖呢又再次伤了 可以说对于刘兰来说呢是一个雪上加霜 目前来看张涟霖也是在防守的时候啊有一个动作 落地的时候啊脚有点崴了 最终呢也是被队友抬出场 虽然说场上比赛雷文队输球了 但是呢让球迷更加担心的是张涟霖的一个伤势 因为目前最近几轮啊张涟霖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在大韩确认的情况下张涟霖呢 可以去勉强打一下五后位顶一顶 莫兰德虽然说实力还可以吧 但是呢莫兰德整体来说发挥不是很好 也是依靠张涟霖 依靠莫兰德包括富豪 勉强的去顶一顶对方的内线 张涟霖受伤之后呢对于刘兰来说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也是在刚刚啊张涟霖的伤情报告啊正式的出炉了 通过对军的面条件啊张涟霖也是因为自己的围久 可以说将会缺席最近的几场比赛 很有可能缺席整个第二阶段比赛 因为他这个围久啊可以说恢复时间可能比较长 第二阶段比赛还能不能打确实目前来说还不一定 通过队一给出的一个解释就是目前来说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呢很有可能会缺席最近几场比赛 对于张对于张涟霖如果真是缺席实验过程的话 对于刘兰来说作为主角的姚明来说 他需要做出一个紧急调整 他这个调整很有可能让于泽臣去打贡得上了时间 因为目前来说于泽臣的位置和张涟霖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吻合的 于泽臣很有可能去打贡得实践 让中阵的话很有可能去顶顶大喊的位置 所以说目前来看刘兰队确实是雪上加霜 连续上了韩大军和张涟霖 至于郭亚伦也是因为腿部有伤病啊 可以说在白场比赛中表现也不是很好 可以说目前来说 刘兰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祝福大喊 祝福张涟霖能够走着的回归赛场 因为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呢 第三阶段时间比较短 需要他们能够剪辑的回归榴栏 来保住这个绑鼠的一个位置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